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成语 从外交谈判到商战竞争甚至是人际关系 知己知彼已经成为孙子兵法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理念 说到知己知彼我们往往理解为要了解敌人的实力和状态 但在孙子兵法中知彼的内涵极其丰富 从宏观战略到微观细节 孙子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敌人的向敌之术 那么什么是孙子兵法的向敌之术 怎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呢 国防大学马俊教授走进百家讲坛 和你一起评读孙子兵法 今天播出第三部第十集 知己知彼向敌术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继续解读孙子兵法的航军篇 这个知彼知己啊 孙子这个基本观点已经在中国加以户晓了 都知道 知彼通常分成两方面 一战略上知彼 就是通过派出情报人员 通过各种方法打入敌人的内部 或者派到敌人的地狱 通过各种途径 通过各种手段 获取对方的情报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苏联打入日本 内部的有一个著名的情报人员叫作尔格 他以记者为身份 以自己又是德国人为养护 获取大量的日本方面的情报 而且这是实效的 事实的 不是过期的 最后史大林根据祖尔格的情报定下了 一个决心 将部署在西伯利亚几十万 上一东西作战的苏军 调到了西县 参加莫斯科会战 而这些军队是专门对付日本人的 警惕日本人以中国为根据进攻苏联 那么史大林之所以敢把这么多的军队 调到西县 就是作尔格给他的一个定心玩 在明年 就是1942年之前 日本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 这就是战略情报 支笔 另外一种支笔呢 就是战术下的 根据对方的动静 在战场上 来分析判断敌人的情况 蛛丝马迹 获取情报 然后呢 调整自己的部署 采取相应的对策 战胜对方 孙子的航军篇讲的 向敌之术 就是在这里 战术上 支笔 那么什么是向敌呢 向敌啊 就是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想着法的找到敌人的漏洞 破绽弱点 近日达到 以待敌之可胜的目的 以巧 取胜 以大吃小 以强凌弱 以石继续 牛刀杀机 打仗就打漏洞弱点破绽 是不是 但是你对方漏洞 破绽弱点 你找不到 你如何攻击对方 而孙子的向敌之术 就讲的是这个 他一口是教我们33种的向敌方法 这33招 学问可大了 涉及到什么 教育学 心理学 美学 动物学 地理学 地情学 等等方面的知识 包括还有天文学 你把这33个向敌之招 如果学会了 保证你是半个侦探 即便现在行人学 都离不开 这33个向敌之术 我下面向大家 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 第一个 注意 敌情 敌人要来了 这个俗话说呀 咬人的狗啊 不露齿啊 这话可一点不假呀 军人到战场上 怕的什么 怕的是静敌 嗷嗷叫 那个弄敌人 不要怕他 怕的是静敌 敌人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可太可怕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干什么 所以孙子就从这点意义上讲 一定要及时了解对方的动向 了解敌情 而了解敌情 并不见得 一定是高科技 红外线 只要你用心记住 上心了 一草一木 一动一静 一秒一受 一尘 一记 什么记 痕迹 都能够了解对方 所以你如果遇了这么个对手 他会你蛛丝马迹 能了解那个肝颤 里里外外全都了解 你可就死定了 遇到这个对手 你想当竞敌没门 我以前讲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发生的一个波斯猫 把对方47师格里特 不给送上天去了吗 当时的西线下一场大雪 德军阵地有个白轮上尉 他是侦察参谋 出来 一看 拿望远镜 看对方法军阵地有一只猫 在一个小土坡上干嘛呢 休息 你连好几天他都看着这个 出现这个东西 他就怪了 他就开始上心了 在观察 这是一只什么猫 家猫 他观察半天 家猫不是野猫 而家猫不会远离他自己的主人 所以这只家猫 他一定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而休息的地方 一定是主人待的地方 而他主人一定离他 握着那个小土坡不远 接着又讲 这是一只什么样的家猫 什么品种啊 描来描去描出来了 波斯猫 而在当时法国的风俗 只有贵族才玩波斯猫 于是 拜伦说 这么名贵的品种 他的主人一定是一个高级军官 所以 在波斯猫附近 不超过百八十米 一定有一个法军高级指挥部 就是想到这儿啊 他就把这个分析判断 报告给自己的上司了 而他的上司同样 同意他的判断 所以德军立即揣起 说是 向波斯猫附近 到法军阵地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 结果呢 就在这种暴风雨似的 急袭射击中 法军四十几部兵士 施张以下所有的军官都爆笑了 他做梦没有想到 他的命是一只波斯猫送的 而拜伦就通过一只猫 支了笔 而一只笔 就把这个笔的头 送到地狱了 所以真是应了那句话 一夜而至秋将至啊 所以不要放过蛛丝马迹 通过蛛丝马迹 言谈举止 不仅能看出敌人的动于静 而且还判处敌人想干什么 他的意图 讲个故事 1940年 年底11月27号 日本人呢 调换了 驻黄上大使 把谁换上去了 野村鸡三郎 这个人呢 你别看他穿便服啊 他是海军出身啊 他官拜海军大将 这人呢 这战过中国人的手里的血啊 1932年 上海128事变爆发 他任第三舰队新任司令 指挥队上作战中 可惜啊 他指挥 蔡廷海 在指挥的第19陆军 他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那么通过这次事件 128上海抗战 野村鸡三郎才知道 现在大举全面进攻中国的实际不成熟 没事呢 就跟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松户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签完了 他在红河公园 就现在的鲁迅公园 上海鲁迅公园 召开庆功大会 我们打赢了 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松户停战协定了 等等等等 他没想到 他举行仪式的时候 朝鲜爱国致使尹凤吉 弄了暖瓶 里边装了炸药 然后在这个会场给引爆了 这一炸啊 可把日本人炸蒙了 一 日本驻上海派权军总司令 这个人叫白传一德 当即毕命 大将啊 完了 还有 日本陆军第九师司令官 植田兼吉 一条腿 被炸断了 而野村吉三郎的一只眼睛 被炸瞎了 他是假眼他的眼睛 你看他的眼睛 根本没神的 安个假眼 这就是多星不易必自毙 这是他派驻日本驻 华盛顿大使之前的一件事 那么问题就在 为什么日本会选一个 一只眼的海军出身的人 去当驻美国大使呢 原来啊 这个野村吉三郎啊 他曾经毕业于美国海军学校啊 他是留美的 1914年曾经担任过驻美国的海军副武官 他是美国通 那么1919年 1922年 分别在巴黎和华盛顿 又跟那美国 去谈判 而在这一期间 他结交了 一个重要人物 谁呀 美国的海军次长 富兰科林 罗斯福 就是他 去美国 当大使时期 美国的总统 他俩私交很好 因为野村跟美国人很熟 他是美国公共 所以在美国有很多他的朋友 其中还有呢 道格拉斯麦卡瑟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他表哥 一句话 他在美国还有一些人气 而日本就利用了这个 把他派到美国去 他是1941年62去的 那么1941年呢 年初开始的 这个日美关系就非常恶化了 日本就决定制定 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大海令一号啊 但是 夏威夷位于呢 太平洋中部 珍珠港就在夏威夷 而夏威夷上的珍珠港军事基地 东距美国 2090海里 西距 日本列岛 3200海里 他是 东太平洋 西太平洋 到海上的要道 是美国通往远东 西太平洋的 必经之路 所以素有 太平洋新帐之城 而日本呢 他要 基本的企图是 要速战速决 将 在珍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在瞬间给他炸翻了 炸没了 歼灭了 然后呢 他从容的在东南亚实施作战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战争爆发前 日军施展了一系列的举措 其中野村吉三郎派驻美国大使 就是若干举措的一个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日本人企图利用野村与罗斯福密友的关系 玩弄和谈的骗局啊 为他偷袭珍珠港 进行战略伪装 来了之后 这个野村表现得极为礼貌 笑容满面啊 跟谁不笑不说话 态度千功 非常的友好 装作这份样子 你比如野村说 根据日本的海军作战计划 我们无意 在1946年之前 跟美国开战 解决远东问题 这个说话是1941年呢 就是五年之内 我们没这个想法 他在美国待了小一年啊 而在小一年过程 他跟美国进了45次的谈判 他跟国内政府的往来电报 是271分之多 没闲着 通过自己的活动 游说 让美国相信日本 不想打仗的诚意 清功 包括他的首相 金威文摩啊 也出来 美之美之间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我们是友好的 我们绝不会勤奋 美国 英国 等欧洲国家 在南洋的里 相信我 好了 直到12月8号啊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日本谈判 代表团还会见那 赫尔国国卿啊 会见赫尔国国卿 宣称我们日本 不拒绝 不拒绝谈判的机会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日本喋喋不休的 向美国表明自己的和平意愿的时候 山本五十六 率领的联合舰队 已经悄然的逼近了 珍珠港 而日本人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 这种外交行为 就是孙子 在航军篇所讲的 讲的什么 慈悲 而以悲者 尽也 什么意思 就敌人在外交上 非常谦卑低调 不用问 一定是在掩盖 日甚一日的备战活动 那么如果当时 美国的最高领导层是 罗斯福啊 马歇尔将军啊 这些人如果看过孙子兵法 知道孙子老先生这段话 提个醒 历史啊 还真是 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从孙子介绍的 这个 分析判断敌人意图的方法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再巧妙的伪装 也有破绽 正如刑侦学所讲的 没有没有痕迹的现场 在两军队垒中 武力的抗衡固然重要 而情报的搜集 也是一条隐蔽而重要的战线 要尽可能全面的去掌握敌情 并通过分析情报做出判断 那么如何通过细节与痕迹 来判断敌人力端的虚实呢 孙子兵法的向敌之术都教会我们些什么呢 所以说通过蛛丝马迹 一看的敌人敌情 第二看什么敌人想干什么 第三呢 敌人力量行吗 想干啥 他有那个本事吗 还得可以看看这个 从蛛丝马迹 敌人的战斗力大于小强于弱 敌人行不行 能不能打 他能会告诉你吗 他傻呀 骗你还骗不过来 能把实话告诉你 所以要想 解决这个问题全靠咱自己啊 而在这个问题上 孙子又教了我们好几字 我先讲个战力 1904年2月8号23点37分 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远东势力范围 打响了日俄战争 这两个帝国主义强盗 是以中国为主战场 进行疯狂的撕撒 而吕顺要塞争夺战 是日俄战争最关键的一战 沙皇俄国从1897年 从清政府手中强租了吕顺 作为他的远东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从那以后他花了1100万卢布啊 干嘛呀 构筑旅顺的战场 初步形成了 包括对水面监艇 抗登陆和路上作战 在内的要塞防御体系 非常坚固 号称东方第一要塞 那么争夺战开始之前 日本第三集端军司令官叫乃木西典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叫东湘平瓦郎 联合给吕顺要塞内的 担任防御作战的关东支队 斯特塞尔将军 写了一封最后通点 这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规军确实能打仗 但是在大日本皇军面前 你们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透 你总有千大的本事 也逃不出去 赶紧投降吧 当时俄军一看这个信就炸了 什么 让堂堂的俄国军队投降 开玩笑呢 斯特塞尔写了封信 给乃木说什么 这种和俄军容易 与尊严毫不相容的建议 实没有接受的必要 我根本不会偷想 来吧打吧 这是8月16号的事情 1904年8月19号 日军开始对 吕顺发起总攻了 连续四次总攻 结果呢 打了数个月啊 这个俄军呢 出不出去咯 吃一点 少一点 因为他们海上也被包围了 路上出不去 吃一点 少一点 吃一点 少一点啊 最后呢 士气极为低落 12月8日那天 我有一个 他12月8号的口粮分配表 你看看 每一个士兵 0.5磅饼干 0.5磅是什么概念啊 一磅是九两 算什么 九十两啊 那就是每个士兵 每个月 每天呢 才有四两半饼干 0.25磅马肉 嗯 就是一二两码肉 你说能吃饱吗 吃无饱的 坐在士气 坐在那 力量从哪来啊 哎呀 士气这个低落 精神压力也大 原来啊 俄军呢 气壮如牛 啊 这种于 俄军荣以尊严 毫不相称的 建议 实无接受的必要 现在呢 垂头上去 士气低落了 啊 向折了 怎么办啊 最后呢 斯泰尔 决定投降 本来 俄军是 决定呢 日军在1905年1月5号 进入旅顺药材 所以1月2号呢 出事了 庄邦在水师营 签署了投降协定之后 这个药材内的俄军 还管不住了 发生了大炸强 嗯 这俄军没办法了 斯泰尔说 乃木将军赶紧赶紧 你赶紧进来吧 这样呢 日军就提前进入了 绿顺药材 那么我从这个战力 来解读 解读什么 孙子啊 这句话 哪句话 军饶者 将不中严 什么意思 如果看到对方一片混乱 军军队都没有大小王了 士兵根本不听军官的话 谁也管不了谁 甭问 这个将领一定失去了自己的威严 智慧和统治能力 上势殆尽 军官是军队的灵魂 士兵要服从军官的指令 如果军官的话都不好使 士兵根本不听军官的话 那他还有威严吗 你说孙子多细啊 这是这句话 包括这句话 都是他在长期的战争经验中 终结出来的 类似的方法还有 你比如 看到对方 如果把武器 当作拐柜一样 阻着地的时候 你一定是什么 一定缺粮了 为什么 恶得连气力都没有了 连战都站不住了 能不缺粮吗 侦察兵潜入敌人的后方之后 如果看到他的士兵 在寻找水源 找到水源之后 先不顾别的 先自己弄个水宝 那么侦察兵就可以看出 敌人一定缺水 阵地上的士兵 磕急了 你看他那样子 这话说得像 人可以三天三夜不吃饭 三天三夜如果不喝水 试试 还有战斗力打仗吗 孙子接着讲 假如敌人到了杀马 冲击 的时候 你要看到敌人把马杀了要吃 假如敌人 你看到敌人的这个厨房 你根本不挂催具了 士兵晚上也不回营房了 还在外边喧哗 那肯定是一群陷于 穷途末路的敌人 绝境了 所以说完全可以从 种种迹象来判明 敌人的战斗力大一下 敌人是否还有战斗力 然后再根据这些判断 来采取相应的对策 对于细节的关注 不仅仅在于要对敌情进行观察研究 也要对自己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 要知笔 更要知己 在知己方面 人才的选拔和管理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那么一流的军事家是如何选人用人的 孙子兵法的向敌之术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那么接着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敌人的管理能力怎么样 这个孙子在刑片中啊 曾经说过一代敌之可胜 当自己具备不被敌人所战胜条件之后呢 然后就等着对方能否把战胜他的机会送给你 你敌人傻呀 会把战胜他的机会拱手相送给你 孙子在这里讲 以代敌之可胜讲的是敌人漏洞破战弱点 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则之一 完全可以从平使敌人的管理 吃喝拉撒碎的日常生活中 找到敌人漏洞破战弱点 然后采取相应的计划与对策击败他们 其中包括选人用人方面啊 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打仗 比如军上军事管理 我举个例子 这个曾国藩会相灭 有人说那是鼻息 那可不是民心 他曾经处于这么个事 他手下有一个门生 谁啊 李鸿章李合肥啊 有一次带了三个人来见曾国藩 让曾国藩根据这三个人的能力 然后给他派个棺材 曾国藩进了大仗 目不斜视 看都没看这三个人 李公正说明来意了 他就说 左边那个 右边那个 中间那个干嘛呀 看都没看这三个人 马上就派活了 站在右边那个 忠诚可靠 让他管钱粮去吧 这是个非财啊 这是一个良心的活 忠诚可靠的人才能干这个活 不贪哪 中间这个人哪 小小小人 是个小人 善于恶于奉承 不能重用他 给个闲官吧 喷呗完了 俩了 左边这个人 这个人哪 堪当大人上上之人哪 要加以重用 这个曾国藩说完了 李鸿章呆了 哎 大人哪 恩师啊 您怎么看出来了 你也没找他谈话呀 曾国藩一缕胡子 你带着这三个人 进入这个军营的时候 我正在散步啊 我就瞄上他嘛 我立一瞄 我就看个究竟啊 我为什么说 说右边的人忠诚可靠呢 因为右边的人哪 为人给你一下是 忠诚厚道 为人谦逊 他看人 他不敢仰视他 都低了个头 你委派他补给吧 我前两 没毛病 放心 中间那个人哪 你看得起来 他老老实实 对谁都 毕恭毕敬的 但是你一转身 他马上把头摇起来了 就这个 左顾右派 这个人一定是 扬奉因伪 不可 大用 甚至不能用 心里话 我照你的面子 而最左边的人 他始终站立 目不斜视 不甘不卑 双目正视 这是 大将之才 而这个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 刘明川 而刘明才在中国近代史上 那有读书意志的 有一号啊 所以中国藩所指的 左边中间和右边这些人 而且弄得那么 严实合奉 恰到好处 就是在于 他看到 他的面相 而看面相 就能看出来吗 这里面有一定的规律 人挂相 他长期的性格 几十年的性格 会影响到 他的外貌的 中国藩就通过这个 你比如他九大 识人之数 一 观神识人 干嘛呀 观神识人 可知人之中间啊 你是忠臣 还是奸臣啊 二 观精识人 看看你是否聪明 三 观骨之人 看看你的强弱 那么观金识人呢 看看你的胆量 第五 观气识人 看看你的素质 通过你的精气神 就能看出来 那么观色识人 看什么 看你的情绪 透盗之人 那么他一定是 气色温和 徐徐到来 勇敢之人 气色刚毅 聪明之人 气色豁达 然后呢 观仪是人 看修养 一表外表 我看你修养 官容 实人 看品质 还有呢 官员 实人 看性格 有人语速快 他一定是 急躁之人 有人说话慢 性柔之人 说话是非常平凡的 孙子 是中国班这些 识人 向敌 知法 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 察言 观色 举手 投足 蛛丝 马迹 洞穿 对方的心理 你比如 孙子 在 航军篇 他有下面一番话 什么 尊尊 其兴 虚 人言者 失重也 也就是说 将帅 不敢管理 说话 吞吞吐吐吐 启声 细语 生怕 得罪了谁 那么一定表明 这个将领 失去了 士兵的尊重 和敬畏 这个部队 没有领导核心了 一直没有核心的部队 他还有战斗力吗 那个孙子 那么接着讲 恕赏者 穷也 恕法者 困也 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对方啊 赏赐贫贫 不用问 敌人是前吕继雄了 用风官许愿 收买人心 想通过大滴血 激励士气 一点用都没有了 所以孙子 33种向敌之术 是告诫我们 战争不是儿戏 还是小心一点好 及早发现 早部署 如同看病 一些病本来不大 如果你拖下去 可就麻烦了 小病反映大问题 如果你忽视了这些大问题 你很可能得为不治之症了 而孙子的向敌之术 对我们日常生活有积极的意义 比如 在这33种 向敌的方法中 体现的是 通过细小的事物 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 你比如 大文豪 司马向如 他有一句话 他说 盖 名者远见于魏蒙 而智者 必畏于无形 祸因多藏于隐微 而发于人之所乎者也 什么意思 聪明的人 能在事物发生之前 陷于魏蒙吗 就发现苗头不对 他会在 祸害 还在萌芽的时候 还在没有发酵起来的时候 远远的避开他 因为祸害 常常起源于小小的 偶然 他经过一段 累积之后 干嘛呀 在人们所忽略的地方 霸作起来了 这个司马向如这句话呀 讲到地道 这样呢 我们要用从对方的细微之处 找到对方的漏洞破绽弱点 目的是战胜敌人 那同样 如果用逆相思维 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要通过一些 细小的事物 找到自己的不足 要做到 物以善小 而不为 物以恶小二为之啊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